好,待会呢,我测试完换各位 那看看你们的电脑是不是跟我的状况已经一样了 那看看我们教室的安装如何 我重来一下好了 第一步,这里应该会有个捷径 那你打开Eclipse 那进来之后呢,请你按File New 这里有一个Android Project 那在这里呢,请各位就建立一个Hello World 好了,Hello World的专案 那这里就Hello World 那这里,Package Name 随便设一个 那以我而言,我习惯设我的名字 然后呢,测试 那Create Activity 是我打勾 那最小的版本 最小的版本你要先选这里 它才会确定说,那我到底要设哪一版的 那我现在设2.2的好了 2.2的版本 那这里它有说 Activity Name Must Be Specified 也就是说这个Activity的名字 必须要被指定 那我就叫Hello World Activity 那这里有点奇怪 它最小版本应该照理讲 它自动会设 可是它居然没设 我觉得跟我那边有点不太一样 那既然这样2.2是第8版 你要输入这个8 那这样就好了 我按下一步 这个是建立测试专案 所以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要建立测试专案 然后按OK 这时候应该会跑出一个Hello World 那你这时候会看到 诶,奇怪 它有个XX 后来又不见 对不对 那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Android 它专案你建立的时候 它会呼叫Aklis 帮它做一些初始动作 这些初始动作呢 还没完成之前 它会有XX 但是完成之后就不会有 所以照理讲 应该是XX很快就会不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按RUN 按RUN 因为我们这个程式 什么都没做 那只有一个空的画面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按RUN 但是按RUN之前呢 最好先检查一下 检查哪里呢 检查这里 我有没有开 有没有建立一个虚拟机过 如果我没有建立2.2版的虚拟机 那我这时候应该要先建立一个 因为我们已经有建立了 从这边可以看到 那就不用再建立虚拟机 所以可以按RUN 没有问题 那我就按RUN 好,按RUN 那这时候你会需要等一下 哇,它2.2版的虚拟机 给我建这么大一个 待会我们让它小一点 不然你这样子要看 真的很难看 好,那要让它小一点 其实只要调它的那个 虚拟机的萤幕规格就可以了 待会我们会在这边调整 好,那这一段时间会有点久 因为Android的虚拟机 启动真的有点慢 好,那现在呢 已经启动了 但是它现在是在一个 一个 什么模式 这个 该怎么说呢 那我按Menu的时候 它才会 出现刚刚的画面 那这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 Activity 那这是正常的 OK 好,但是这个画面太大了 所以我想把它弄小一点 但是我现在砍不掉它 我先把它砍掉一下 关掉 好,那画面太大了 我们怎么设呢 这里 刚刚的这一个 我Edit一下 刚刚是用这个Skin Skin就是它的皮肤的意思 皮肤就是画面 那画面 我们刚一开始是设WVGA800 那这个是一个太大的画面 所以我们把它设成 HVGA不知道多大 QVGA 我随便设一个再启动好了 我先Edit 好,那这样子设了 那我把它启动一下看看 240x320 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那 所以 再改一下好了 不然 启动一次又要花不少时间 那这个是多少呢 160更小 160更小 是吗 我确定一下好了 再启动一下 320x480 那这个好一点 大一点点 那应该也不会太大 应该 再不会像刚刚一样超出画面 所以可能用 用这一个比较好 好,那我习惯是用这么大的 模拟器我习惯用这么大的 因为太大的话我画面看不到 太小的话觉得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模拟器我习惯用这 这一个大小的版本 好,那当你这个模拟器OK了之后 我们刚刚的执行 那当然你可以再执行一次 那它就会在新模拟器上面 再出现那个输出画面 所以 这个部分应该是不难 那目前各位的环境 诶 据 据那个 我们安装的人讲 应该是已经安装好 那所以待会各位就请各位测试一下 你的环境 诶 我这里有两个 好 对,先虚拟机跑出来 然后看你的Hello World 有没有办法跑出来 那Hello World 就是只要选 然后程式通通不用写 它自然会产生一个 一个 好,那这一个虚拟机目前 看起来应该OK 好,那我画面切回去给各位好了 那各位测试一下 跟我一样的测试方法 那只是你可能一开始就必须要先选一下 比较好 先选一下 我让一次好了 你一开始就必须要先选一下 你的虚拟机大小 否则的话可能会有问题 Installing Hello World的APK 那这边如果install失败的话 它会有红字 如果成功的话 它是黑字的 那现在看起来是install成功了 所以出现黑字 然后出现结果也是对 那各位试一下 先启动Eclipse 然后建立虚拟机 然后写一个Hello World 建立一个Hello World的专案 然后直接让它跑 看看可不可以 那我们画面切回去给各位